宋云第十二地为隐蔽益之第十一无益地 第十二大支地为归结 菩萨在显教共有十地 第十地是法盈地 密教他解的十一地是无益地 第十二地是大支地 第十二地是大支地 我讲的顶级就等于到了十二地 就是大支地 第十三地是什么 密教讲就是佛了 我们上面做的七佛 都是十三地以上的佛 十三地以上的佛 上面都是第十三地以上的佛 第十三地以上就是佛了 密教里面讲到了第十一地 第十二地还是菩萨 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它一共有十一个佛 它表示它已经到了第十一地 天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已经到了第十一地 一个佛就代表一个地 它雕像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这是归结 大概第十一地 五一地 第十二地 大支地为归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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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